也许反核热度 这民进党双北市党部 今天先后都举办了反核活动 新北市是在戏址成立了反核联络处 包括了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还有前行政院长游锡坤 都到场加油打气 而台北市党部呢 则是举办了守护者联盟反核大军训练活动 透过了基层民众将反核呼声传达出去 请接牌 接下部幕民进党在新北市 细致在天一处反核据点 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和前行政院长游锡坤都到场战虾 并从鸟笼里将向日葵一一拿出 象征冲破核四鸟笼公投 迎向永续未来 郭民众接着进户公 他们觉得2025年是不负责任 你说他要2055年 谁可以保证到2055年 台湾不会出现重大的灾害 真正不负责任的人 就是现在的执政者 大家说对不对 痛批马政府推卸责任罔顾河安 在国民党团强势通过核四公投提案之后 民进党家族玛丽 持续在基层推广反核活动 光是在新北市目前 在中和新庄等地 就有六个反核的联络处 配合即将到来的母亲节 现场还安排赠送康乃馨活动 看到小朋友前夫后继 人手一束康乃馨抢着送他 蔡英文笑开怀 新北市反核活动办的热闹滚滚 台北市党部也持续在北市各区 举办基层的反核种子大军训练讲座 透过影片凸显台湾潜在的核在威胁 不用说就知道危险了 对不对 那真的很危险 我们台湾这么小 为什么要见那么多的核四 小老百姓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参加这个活动 来对我们先是我们的结讯 反核民意向下扎根 民进党做足准备 要和国民党在核四公投上正面迎战